- 機場內突然出現大批警力 中間一排護送的可不是人犯 而是好不容易才從跨國人蛇集團手中救出來的被害人 這批昨天晚上才剛從國外反彈的民眾總共六男三女 全都是從柬埔寨搭機到泰國準備要到緬甸 由於最近人口半月猖狂 泰國警方覺得有意即刻進行攔截 並通報台灣駐泰代表處 那外交處的駐泰代表處接獲在政府通報 有十二名我國的民眾從柬埔寨沐淨泰國的漫渦機場 疑似人口關於關鍵 根據了解台灣警方近日針對拘留柬埔寨的四千多名國人進行訪查 發現有近百件尚未報案的被害案件 接獲通報後立刻請外交部進行交涉 這十二名國人中雖然一開始一口同聲都說要去緬甸 但代表處人員發現其中有人臉色有異 隨即將人隔離開來一一詮問 果不其然其中九人改口說想要回到台灣 另外三人卻說想回柬埔寨 而決定返台的這九人昨天晚上搭乘華航班機於晚上九點五十四分 跟反抵國門 警方清查這些人年紀分布於二十三到四十二歲之間 其中三人確定為遭人口販運的被害人 分別是一對原住民情侶以及來自台南的男子 警方說這九人返台後還不能立刻回家 必須再接受警方訓問 離清這些人的身家背景以及顯刻塑形 有沒有幫派記錄或是經常出入柬埔寨與緬甸的行為 因為警方懷疑返台的九人中可能常有公辦 為了防止國人被當成租宰在國外轉賣 近日桃園機場警方也在出入進口舉牌試警 警政署長黃明昭今天也到機場視察 檢視宣導短片以及警示立牌的擺設 就是為了要提醒民眾不要懷抱虛擬的陶金夢 成為人蛇集團的被害者 而航警局從七月二十六日起 在機場國門出境宣導 截至目前為止至少攔組了二十六人取消出境前往柬埔寨 署長對於航警近期付出的辛勞也給予相對的肯定 並要求要高度重視執行 畢竟機場是國人出境的最後一道防線 希望藉由航警宣導關懷 可以避免國人遭受犯罪集團利誘 至海外從事違法工作或遭受過人要對待 突發中心綜合報導